有的动物假死竟然是为了躲避交配 德国柏林自然史博物馆进行研究观察到 大约有三成的母蛙会用假死来躲避公蛙的求婚 盒子里的公蛙缠着母蛙不放 试图霸王硬上钩 过了几秒母蛙却突然四肢僵直 躺在水中一动也不动 有的动物装死避免被掠食 而母蛙假死原来是为了这件事 这是德国柏林自然史博物馆的研究 发现当公蛙试图抓住母蛙进行交配时 四成八的母蛙会挣扎并发出叫声 三成三的母蛙则会伸直四肢 呈现死亡姿态 得到公蛙知难而退 几分钟后才恢复动作 有趣的是母蛙装死以前就有文献记载 研究员指出他在一本1758年初版的书中 找到了对这种行为的描述 以往大家认为母蛙在交配中是被动的 但这项研究彻底改变了这个观点 不过母蛙的装死是有意识的行为 还是对抗外在压力才产生的生理反应 母蛙假死躲避交配的情况 通常出现在年幼的母蛙身上 因为繁衍经验不足 交配成了一种压力 因此产生抗拒的生理反应 综合报导 请大家看不清楚 谢谢大家